律法的关注点在哪里 律法关注点我们刚才也讲了 律法是出于神的本性 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要圣洁 所以他吩咐了这样的要求 是让我们与他保持某种 可以正常相交的 他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圣洁 如何圣洁 律法 遵守律法 分别为圣 跟世界不同 而律法里面就反映了 神完美的意 完全的意 守住这些才是神眼前 看为正确的 合理的礼拜 才是神看为好的 看为善的 所以上帝的律法 关注的是我们的义务 是上帝的义 所以不管是关注对去的生活 重点是神是这样的神 我在他的面前有这样的义务 我要按照律法的要求 去在神的面前去顺服律法 这是我对他的礼拜 这是我对他的顺从 听命圣于献祭 这就是我对神最好的礼拜 最好的献神 上帝配受这样的尊从和敬拜 所以关键是 如何活在神的面前 律法赐下 让我们把焦点放在神面前 按照他的要求 向他献上合一的礼拜 尊从 爱戴 敬畏 顺服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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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